好今天呢这个周末生活通要介绍一本书 这个人根本就是畅销书的作家了嘛 好像不久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又推出了第二本 因为呢 哦这本书可能在国中跟这个小学 真的是太畅销了 我女儿呢就是除了课本之外 就只看这本书 只是爱开玩笑 既然变被告的part 2 少年调查保护官吉静如 吉官吉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吉官 108年课纲最佳法治教育用书 哇 你这个出书很快 其实也不是很快 是因为在一本书出之后 接到非常多学校老师的反应 就说其实在学校里面的很多实际上的状况 确实跟那个书里面非常接近 但是他们还谈到很多其实没有发生的状况 希望能够提出一些建议 让学生也知道说 学校老师不是不处理 或是处理错误 然后其实学生之间也要知道什么是界限 所以这个法律部分其实在 我觉得从疫情解封之后开始到现在 其实学校发生了非常多新学期的一些新事件 所以他们其实说要很大的挑战 对 因为机关上次特别有讲 12岁以上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你可能就是会去上课或什么少年关护所 是不是就12岁以上 也就是说当你小学6年级就慢慢的陆续陆续陆续 就是满12了 就是说你这个小孩是1月生的话 你就是陆续就 你现在说是小6嘛 就已经满12了 对吧 你小6就满12了嘛 最近接到蛮多小6的 99年的话 98年9月份的都进来了 98年9月份就已经12 因为你如果是晚 就是如果学 最早读 学制的话是98年9月份 他是小6 已经满12了 所以呢 其实快到6下的阶段 几乎全部的人都满了 几乎大家都满了 除非你是7月份生的 你就是6下毕业你还没满12 但是你满了12 你跟12岁以下犯的这个法 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没有错 所以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是 家长发现说孩子在学校有一些犯罪 包括伤害自己孩子的行为的时候 有些家长提告 他为什么可以提告 因为很不幸的对方已经满12岁了 所以那个是可以走司法的 不是只有用学校的教育部分的 霸凌程序 性评程序来处理 还可以走司法 那请教您啊 就是私立小学 他都有闭录电视嘛 是的 就是什么地方都有 对 工小有些 因为也是预算的关系 他可能有的地方 没有全部闭录电视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像主持人讲是监视器 监视器啦 是不是 因为很多私小其实都有嘛 他当然厕所以内 可能没有 但他走到什么都看得到 可是工小不见得 有一些地方 像在教室里面 一般学校就没有监视器 反正教室里面 所以其实发生很多事件 包括一些人际冲突 伤害事件 是在教室里面 所以老师其实在处理的时候 都要听其他同学讲 去还原那个现场 所以会比较麻烦 但这是因为基于 个资法跟额少保护 没有办法装监视器 但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说当然老师要这样还原 就是听旁边的小孩的 但有的孩子 他会说话跟不会说话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电影 当然不是说会说话的一定是有犯罪 就是你看很多电影也是这样 那个不讲话的人 他不见得是犯罪的 他只不太会描述 那另外的一个人 他可能说没有啊 我怎么知道 他就那样 就戳过去了 这个好难判断 真的非常非常知道 我们现在司法现场的一些辛苦 尤其是青少年跟儿童 特别是国小的小朋友 也小朋友真的非常会讲 也非常会表达 他可能都习惯怎么样 去合理化他的行为 其实老师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会听到他的说法 另外一部分 有部分的孩子是 其实表达能力是不太好的 他可能不说 他会说你干嘛问我 我就没有错啊 我就不要说 我就没有错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是他错 不是我错有什么好说 最后就变成你错 所以我们在少年法庭 经常有这样子 会听到爸爸妈妈在一旁边 很急着说 你讲啊你讲啊 你为什么都不讲 人家都讲完了 然后你这样子不是很惨吗 其实那时候我们法官 就会慢去引导 他请父母亲都出去 他可能会怕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讲 或是他 你先 就是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去制造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温和或缓慢的 就是一些没有压力的空间 可是学校老师不尽然 少年法庭的法官 都是像您刚讲到这么温柔 会去引导吗 因为我们现在少年法庭法官 都是要证照 不一样的 对对对 他们的心理学 还有相关的一些 这些 儿少的 那些的一些引导发展心理学 他们都有做休息 你看啊 其实有时候老师是用拼凑 那我们也不能够怪老师 老师真的好辛苦 他一个 前阵子上学期啊 在家里头上课 多少家长感谢老师啊 小孩子24小时在家 你就会觉得说 哦 我要谢谢老师 起码有8小时不在我这边 就觉得很棒 那老师他有时候拼凑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小孩子他犯错 但他有一群 不能说搂搂的好朋友 那那个孩子呢 他可能没什么错 但也有一点点 那他旁边可能只有一两个 然后都是 你知道内向跟内向在一起 外向跟外向在一起 这落差就很大 对 那怎么听旁边的人讲呢 对 难怪主持人会讲到说监视器 其实很多家长会说 如果这样子 我觉得非常不公平 你问的都是他的好朋友 对啊 好朋友当然 当然是帮他 那我的孩子 其实他没有去结 结党营私 他没有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希望掉监视器 可是又没有 所以因此在学校处理 这些事情的时候 经常家长通常都不怎么认同 而且不满意的时候 一定都会进到我们司法来 哦这样子 嗯 那 其实说实在啦 我觉得小朋友难免会有一些碰撞 这种小事情 对我来讲 如果我是家长 我就算了啦 是 就算我被抓 被碰我也就算了 可是也许我的小孩碰到别人 人家不见得也会算了耶 我觉得主持人讲的真的 因为像我们有 游戏做这个行业 我们都 你知道有时候就低调 算了啦 算了啦 那人家不要 哎你怎么这样子 那 小孩子有时候碰撞 一定你抓我 我抓你吗 这就是经常我们的少年法庭 在审理的时候就问到家长说 哎你孩子受到这么大的 受到这样伤害 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你家长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常听到家长讲一句话 其实我的孩子被他打很多次了 嗯 我们都没有怎样 嗯 这一次不过是因为我们早一点出手 嗯 他就告诉我们 嗯 难道过去的不算吗 嗯 那他打人都不算 那我们只要碰到他 就算了 对 嗯 所以其实常常听到家长在整个事件上 有这样子其实负面的情绪跟一些想法 那怎么办 对 所以其实我们法官会说 嗯 妈妈 孩子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算了 因为你知道他那是压力累积到一个情况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对对对对 就像他可能像主持人一样说 我要忍耐三次 为什么 他不能算了要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 嗯 今天我们处理的是这一次的行为 嗯 之前的行为你没有提告 嗯 其实现在很难去做处理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建议下次再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要告诉孩子几个策略 嗯 轻微的骚扰 重度的骚扰 他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讲出来 你弄我很痛 嗯 然后马上去报告老师 让同学都听到 哦 一定要报告老师让同学 这个就有点类似 你知道有些人被家暴 对 他就是说 我今天没有要告你哦 这次家暴 但我要去验伤 是 我有验伤单 是 那你下个月你又家暴我 我还是有验伤单 等到我要决定要怎么样的时候 我起码前面都有 没有错 我跟法官说 他常常打我那么难 说没有 我只有打这一次啊 是因为他怎样怎样 我太激动 我就甩过去 没想到他就自己昏倒了 然后他可以把他验伤单拿出来 说没有 不是一次 对 前面都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 教导孩子怎么样去 我们不见得要去伤害对方 或是去一定要告对方 可是保护自己 但跟老师说有用吗 比如说他一直忍耐 说老师他打我 老师也不会给你一张验伤单啊 呃至少 其实让老师去了解一下 你刚才有没有 谁有看到 然后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伤 其实然后那你想怎么办 可能孩子就说 那我这一次原谅他 嗯 那你要跟他妈妈讲 叫他以后不要再犯 其实老师可能可以 助记在辅导记录跟联络部 哦 那我觉得那就是 验伤单的一种 那个流存的记录 所以如果老师可能没有记录在那个联络部 辅导记录跟联络部 其实我们可以写一下说 老师昨天呢 谁谁谁 抓伤了我的孩子 然后老师 你有叫他们互相盗窃 那我觉得这样就OK了 但是我希望以后不要 就是我起码有一个联络部的 没有错 我妈妈要自己写嘛 如果老师不写 就是妈妈写嘛 是 是这样吗 对 那老师已经做一些回应嘛 那我们就把这些事件做确认这样子 对 哦 老师会不会也有一些压力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极关少年调查保护官 调查保护 调查一下 但也要保护 是这样吗 是 所以调查的时候 其实让孩子觉得说 事情可以比较清楚 我们的问法可能跟学校老师 跟家长不太一样 然后接下来如果真的有 不当的行为 或是有一些脱续的行为 我们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然后去帮助他们这样 所以你就是柯南吗 应该算 人家说我们是毛利小五啦 哈哈哈哈 我这本书又第二本 因为你说家长也要再讲一下嘛 对 但是说实话 就是说 前一阵子也就有一些案例 就是 我们之前我记得有谈过 有一些被霸凌 不仅霸凌 还有拍影片 然后拍影片那个人说 我没有怎样 我只是负责拍 负责拍的人也会有状况 对不对 你就比如说我霸凌他 你帮我拍下来 对不对 那个人只是拍嘛 然后旁边人 笑笑笑笑笑笑 你笨蛋啊 你白痴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他拍下那个人也是有罪 对 主持人是不是 110年的案件 现在开始统计哦 儿少姓剥削 尤其是私密照片的 大量爆增 所有的需要都在头 儿少是几 十 十八岁 未满十八岁以下 还有十二岁以下也是 十二岁以下有很多吗 蛮多国小的学 小朋友会看到别人 拍同学 他想要上传 分享 然后增加自己人气 六年级的男生 就去找到一个 轻度智障的女生 就跟他讲 我当你男朋友好不好 那个女生心里心里想说 好啊 那男朋友的要求 你都要满足哦 就趁那个在私讯的时候 然后要求他脱衣服 拍下体 还跟他说 你头不用拍 你的下面 人家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那小孩子全拍了 连头也拍了 对 因为他也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好 结果就连头都拍 他说 那你头要把我弄掉哦 后来那孩子居然在 为了觉得 某几张照片很好笑 就上传到他们的 同学的一些群组里面去 哇 六年级 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 现在小朋友被骗裸照 自己 还是骗人家裸照 在今年110年 增加的情况 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棘手 跟你以前 差很多 对 是因为手机的频繁 对 要再来网路上的一些界限 就他们会觉得 其实我觉得 极关 我 当然疫情没办法 我告诉你 就我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女儿在 还没有在视讯上课的时候 一个眼睛是1.0 跟1.2 是 很正常 很棒 社学期0.4 跟0.6 你进步太快了吧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那个 你知道我以前都 尽量不要让他看iPad 但没办法 你视讯上课 你怎么不看iPad 老师在那边教课 这就是父母亲 其实最担心 就是不能长期在 就是不能够用网路上 线上上课 其实这也是一个 但你知道很多教作业 就是用网路教 比如说我们来拍新制图 对不对 那小朋友要自己讲吗 这一课是什么 比如说蒋勋老师 介绍了什么 然后他怎么样的 那你拍了 你不就是也会操作 所以这个就很两难嘛 没错 你不想让小孩拿手机 不想让他看iPad 但你没办法 是 所以网路上的行为 在去年开始 线上上课之后 其实家长很难去限制孩子 甚至其实在孩子 在使用的时候 又非常过度 因为我也要做作业 跟我要休息啊 我不能玩一下 我不能看一下影片 玩一下游戏吗 那时候就很容易 就在一些 我们的社交软体上面 就会开始有一些互动 其实有时候 我女儿看影片 我都可以容忍度十分钟 因为你知道妈妈也在追剧 妈妈追到眼睛 已经快老花 再加上妈妈 有时候自己说 我只能看到十点 也自己会超过 所以我有时候 会给小孩一个容忍度 因为我觉得 你越管他 他会越反弹的越大 可是我女儿 大概也知道 比如说只能看到九点 他大概就知道说 可以看到九点十分 或十五分 那小孩都这样 就像我们开车 限速六十 大家都开到六十八 因为他觉得七十才会被拍照 真的 所以其实油管跟没管有差 有差 所以还是油管 还是要管 要要要 好 那这个 这个我们讲到 就是拍摄的人 你刚刚讲说 那个裸照 所以你就拍人家漏鸟啊 什么什么的 也都要 他如果没有传出去 这个算什么犯法 基本上我去拍摄的时候 我很有可能就是会去 侵犯到别人的隐私 所以当我这样子 拿着要去拍你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不舒服 你干嘛拍我 对 我们可能说有肖像权 隐私权 更何况是你趁我在有一些 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有衣服 或怎么样 抠鼻子啊 对 你就去拍 其实那部分都已经开始 去侵犯别人的隐私权 如果你进一步上传 那个又是私密照片的话 那就非常严重 上传一些 我觉得那个色情 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照片 那个状况又更加 这个要判刑吗 这个当然 都是刑事案件 这是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 只是进少年法庭之后 虽然是刑事案件 我们依据他的情况 来看他的态度 他的行为 我们决定要做 怎么样的处置 那这个最重可以判多少 如果偷拍人家 或说你霸凌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偷拍人家 那个漏鸟什么 一种是 其他人在霸凌 你当那个拍摄者 是不是又不一样 因为如果是儿哨性剥削 其实很有可能 你的动机是要去散步 甚至贩卖 儿哨性剥削 对 这案件 你很有可能会送到 安置机构去 就关起来两年哦 被关起来两年 对 那叫安置机构 哦 所以因为你 那不就坐牢吗 对 其实他会 他就叫做坐牢 他叫安置机构 但我们叫他安置机构 安置在中途之家 少年叫做安置在中途之家 哦 对 很多是 他就跟类似像 我们去坐台 都是性剥削 这一个方面 就我恶意 我要去贩卖 去散步 然后去造成你的伤害 那他在那个安置机构 前后左右的那些同学 是不是都是这种 呃 类似都是 额少性剥削案件的 那不是就互相会切磋了吗 所以其实在里面的工作人员 非常认真在做一些辅导 因为其实有些孩子 他们 不知道 对 还有就是 捉弄人家 我们很多孩子 想说 我们讨厌的女生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我们让他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他跟男生很夸张 我觉得 有个男生要脱他衣服 我想算了 谁叫他自己喝那么多瓶啤酒 国中生哦 然后他就被拍裸照 你知道他 他看到他同学被拍裸照的时候 他自己也喝了 他还打电话跟另外一个同学讲说 你想看吗 我们最讨厌的女生 现在正在被拍裸照 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调查的时候 想说 爸爸妈妈听到孩子 讲这样的话 就说 想说 对你 你怎么 你没有帮同学就算了 你还 打电话 打电话之后跟他讲说 他们同学还跟他说 那你 那个 要不要录 那个直播给我看 所以 你说这样恶不恶劣 其实从被害人家 上来看是觉得他很恶劣 但从那个学生的眼光来看 第一个 我其实本来也不喜欢这个女生 他常弄我 我讲话很酸 而且他们学校里面 有一些人际冲突 那不是他脱掉他的衣服 对 是别的男生 是别人 但他只是给人家直播 对 他去做直播 这个就要被关了 嗯 很有可能 我讲关了 就是安置机构 对 好 那我先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嗨 我是赵婷 过完新的一年当中 其实呢 介绍这本书 只是开玩笑 既然变被告 什么叫只是开玩笑 我们也常讲到说 所谓的性骚扰 就是对方觉得不舒服 就是性骚扰 对不对 不是说你觉得没什么 那我又觉得有什么 所以 其实有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 传播剂 大众传播 有时我们讲话 跟一般上班族 真的不太一样 有时我们乱讲 就是 开玩笑什么 别人会觉得 你知道每个圈子 有每个圈子的风格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谨慎一点 因为我们说话 比较轻松的 别人会觉得很怪 那回到刚才 你那个案件 就是说 有一个女生 你们本来就不喜欢她 就要她自己喝啤酒 然后呢 被人家脱了 脱光衣服 有人拍裸照 那另外一个同学 还打电话 跟人家说 她被拍裸照 我来直播给你看 这样子的情节 算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们会到安置机构去 基本上我们就看 当时的发生的情况 跟她那个散播的情况 有多严重 还有被害人 被伤害的情况 其实她的 因为有些人甚至到最后 都不敢去上课 然后最后要看心理医师 那父母亲会提出 很重的一些赔偿 跟那个伤害的证明 所以这个是刑事案件 对 她会有民事赔偿吗 有 她一定有 同时之间会进行民事赔偿 而且家长其实提出的 赔偿的那个金额 都非常高 她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现在才十几岁 你到处散布她裸照 你知道现在她 不要说在这里 她的同侪之间 这样子散布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我的孩子的未来是什么 我也不能移民到国外 现在又不能出国 所以 其实很多家长 对于这件事情 是非常在意的 我看 我有些网友 他们也很在意 像我们小孩子很小 两三岁的时候 我们就是拍她 那个很可爱的 洗澡的照片 然后有小鸭子 在那个浴缸里的游 都会有人听众朋友 还有一些网友 传简讯跟我说 请你拿掉 他说这样子 他说有一些人就是很 就是网路上 你不知道什么人 可能国外 或什么 就是就会看这种 有恋同屁的 或什么 就是要小心 所以其实 爸爸妈妈 有时候也要小心 有时候分享 就是要小心 再加上孩子 如果长大 他跟你说 你不能拍我 你就不要拍他了 对 对不对 因为有的孩子 不喜欢 他的脸在 妈妈的IG出现 现在好多小孩 都这样 但是他们自己 在IG里面 反而都经常会 做出一些 蛮特别的一些 表情跟动作 他们会觉得说 是分享 那同学 大家互相比较 然后 可是呢 其实也会被 有心人看到之后 做了一些不当的 一些截取 跟一些使用 其实有的时候 他们觉得你好很可爱 但他不知道后面的 很多孩子 就是很单纯 说你看 韩星都这样做啊 那个表情啊 都跳这种舞啊 像我最近 就有个六年级 小女生 她其实蛮高的 她就穿着黑色丝袜 然后拍了一张 她的腿这样 接下来被色情的 那个网站盗用 因为她脸也在嘛 她把她弄到 裙子更短一点 然后就觉得 哇 连加腿这样 她心里想 我原图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 没办法 对 所以这个伤害其实很大 好 你书上有写一个 很特别 就是说 有一些人啊 就是说 同学啊 他心情不好 或者他怎么样 他就自杀 就说 因为我被谁谁谁谁霸凌 是 可是人走了 是 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是 这个 这怎么处理 其实现在因为 也是110年了 其实几个案件大量增加 第一个儿少性博学 第二个青少年自杀 自杀或是其实经常有轻生的一些行为 其实像去年9月1号开学的时候 台北市就 同一天就有两三起学生跳楼 高中国中都有 压力大吗 9月1号开学 还是少年忧郁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忧郁的问题 就是那个部分 可能我5月份到9月份 在家里上课的时候 其实跟家里面已经充足很多 其实爸爸妈妈可能想 你赶快去 他心想说 我学校还有很多问题 其实那时候累积的孩子 孩子的一些情绪 很有可能用负面方式去做处理 就我家孩子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家孩子在家里上课的时候 跟我感情比较好 然后他在 那个反而在学校比较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跟 而且他长高了快10公分 然后这一学期呢 一公分都没有给我长 有压力 没有啦 就是要早起嘛 以前在家里头上课 老师不会8点上课啊 可能9点9点10分啊 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 少年忧郁的事情也要重视 可是家长很难 家长觉得喂饱孩子就好了 因为现在经济压力也很大 如果把孩子喂饱 就已经很棒了 因为家长觉得自己的烦恼 相较于孩子的烦恼 孩子的烦恼根本不是烦恼 你有必要 因为被人家同学 他们只是在群组里面 群组里面把你踢出去 你气什么气啊 我们不要家好了 只因为同学 可能在群组里面 他们私底下 就成立了一个群组 你不知道 你就要自杀 其实 常常都是这样子 一个动作 后来的后续影响是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 那个部分对孩子来讲 其实影响很大 因为他的同侪 就是所有嘛 他被踢出去 他就觉得他的世界垮掉了嘛 就他们都不喜欢我了嘛 对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再来就是家庭的一些 可能要求 然后功课成绩 其实压力都非常大 所以我们现在的孩子 其实不要说玻璃性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 3C产品使用过度 大家在反应上面 都没有经过前额页的反应 都是直觉的 好你没收我手机 我跳楼 你不跟我好 我自杀 我就惩罚你 其实你在惩罚自己 所以跟前额页有关 对 要发育一下 对 没错 所以为什么主持人说 3C产品不要用太多 其实不是只有眼睛 我们的孩子 在整个情绪的成长 跟一些学习过程当中 如果他可以静下来 思考阅读 那个不想感受 他就不会直接说 难道手机被没收 就只有死路一条吗 不会 怪不得有些 比较过动的孩子 就是说 最好也要少用 3C 这跟前额页也有关系 因为那个有一些 就是跟 反正都是跟发展有关 对 原来如此 对 所以现在孩子蛮脆弱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家长一定要 当孩子有这样的情况 想说 我超想死的 妈妈你知道 我刚才真的很想跳下去 家长一定不要小看 这些反应 妈妈跟他谈 你不能这样做 你知道你对我来讲 很重要 那你怎么会想到这样子呢 然后如果 其实如果发现不对 我觉得建议一定要找 智商师跟心理医师 帮助孩子一下 对 千万不要说 哎呀 这点事情你就想死 那你看你妈每天 怎样怎样 不要这样子 因为孩子能够承受的压力 跟我们不同 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是 会有一件事情 就会这样的状况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邀请到极关 少年调查保护官 杰静如介绍他的书 这本书是 只是开玩笑 既然变被告 第二本 第一本其实在我们家 已经快翻烂了 我上次有特别请你帮我 给小孩签名 对不对 然后我就说 前一阵子 我说要考试你还看 他说对 他觉得非常的好看 因为你写的都是跟故事 比较有关的 那这里头 其实你第二集 又谈到了 更多更多的问题 就是老师在学校 也会碰到的问题 其实说实话 老师也很辛苦 而且家长也白白肿 那他可能是 你的国文老师 或数学老师 兼导师 那可能还有辅导师 可是辅导师 也不可能一对一 那现在孩子 也不能说特别 就是说 不知道是饮食 还是说我们更重视 每个班上都会有一些些 比较特殊的孩子 可能有时候过冻 然后可能是比较自闭 或雅思等等 但他们有的就是会到 所谓的特别的班 对不对 他有的是会拉出去的 但他有时候就希望 有一些课就一起上 融入的 这样子其实老师 是很辛苦的 那这个如果这一个班上 30个小朋友 有三四个这样 老师其实每天 就处理这些事情 就处理不完 那我们应该家长 要怎么帮忙 老师 或者说怎么跟辅导师 来做配合 我觉得赵婷能够讲到 这个关键就是 家长应该怎么帮忙 这个大概是老师 最想听到的 我听到今年小艺 一个老师 他在跟我分享 说他跟我说 他们班上有八个情绪障碍 八个 八个 他跟我说 你知道他们三四个 发作的时候 超可怕 情障是什么 就是会心情不好 我只要一点点被刺激到心情不好 我可能就开始摔东西 丢东西 伤害别人 打别人 反正那个就是我的出口 就是我没有办法用一般人的适当抒发情绪的方式去展现我高兴我痛苦 他们的那种点是我们抓不到的 一句话他解读错 砰就可能一拳就下来 我撕课本 或者是把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 全部弄到地上 把所有东西翻倒 所以那老师就说 我光被这几个学生弄到 我根本没办法上课 而且还有班 他们学校有个老师 一年被一年级的学生打断 下牌三颗牙齿 是哦 因为那学生是男生 整个暴冲要伤害别人 所以老师抱他可能就被捶到 所以老师就说 其实现在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到底是医疗太进步 还是我们的孩子 其实受到一些外界环境的影响 其实在这些状况 或饮食 添加物 对没错 可是老师跟我说 其实我不担心什么情障 或是自闭或是雅思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 父母亲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认同 不愿意面对 不愿意处理 他们经常告诉我 那怎样 那他就是这样啊 或者父母说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长大就好了 对 就说他们可能对就医 或是去做一些 协助部分 其实是抗拒的 但是他因为不断 就如果你都稳定 其实也不需要到这样的阶段 就是他状况很不稳定 但是又发生问题的时候 家长又觉得 他们不想这样处理 所以让老师 其实最害怕的就是 那接下来我在班上的时候 我怎么去代班 在班级经营上 我怎么去保护其他孩子 受教权不被影响 所以其实老师都很两难 所以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最希望听到家长说 请问一下 如果我的孩子这样 我该怎么处理 他们就说 那我们就有机会了 或者是说 现在因为疫情 我记得有些妈妈会说 老师我可以进班吗 我就在后面 我什么都不做 除了我的孩子之外 别的孩子 我也可以帮忙出力 带他出去一下下 倒个水什么再进来 确实有这么认真的家长 所以那老师就会觉得说 其实妈妈在 观察孩子的情况之后 一起协助 然后其实跟辅导室 甚至他们联络特教资源 其实那些孩子 都进步非常的快 而且表现其实 不输一般孩子 说到特教资源 到了一个阶段 比如说小学毕业到国中 你知道父母亲 也是有两难 他觉得说 我到底要让孩子 念特教的学校呢 还是念一般学校 很多家长都希望 能够念一般学校 念了一年 他可能实在是不行 就转到特教 这个可能跟个案有关 也不能说特别要叫 我们念哪边 对不对 对没错 其实可以跟老师多讨论 我觉得老师可能在现场上面 因为孩子学习 跟人际互动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的学习 其实没有障碍 而且他的状况 不会影响到他的学习 在一般的学生里面 融入的时候 而且跟其他学生的 互动也还好 我觉得老师应该会建议 就是一般的 融入在一般的 但如果说 其实很有可能 我一直被干扰 甚至干扰别人 老师恐怕就会建议说 那我建议就是 还是要用另外一个 特殊教育部分 有没有可能 去一些比较 底市外的学校呢 有可能 我觉得要生理小学 或是 其实那个规范是少的 尊重是多的 操作是多的 思考是多的 然后其实被 就是乖乖坐在那边 然后什么 很规律的那种部分 其实是少的 孩子就很好 奇怪你知道 我看了一个 网络上的那个论坛 他就写说 现在不是台北啊 还有些地方 都有所谓的实验中学 实验高中 他们说第一年的时候 很多家长不了解 就把一些孩子啊 可能就是 你知道就是 可能情障或什么 就是到了实验学校 可是他说 那并不是实验学校的本意 没错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要 自己要去了解 你的孩子有什么状况 对 他适合上一般学校 还是实验学校 对 还是体制外的学校 那个都不一样 对 因为我也是当妈妈以后 慢慢才做了解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来谈谈 如果老师在上课 小孩有的是 很聪明的小孩 就是觉得老师讲得很差 不好 然后他就跟老师顶嘴 甚至比了一些不雅的手势 这样子有犯法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新的一年当中呢 邀请到极关 介绍新书 举许开玩笑 既然变被告 这本书跟第一本 到底差多久 其实大概差快要一年的时间 没有啦 有啦 有这么快吗 有一个2020年的时候 8月 一个是去年的 大概12月 所以109年8月 跟110年12月 是是是 所以这个很多的老师 还有学校都用你的教材 那给孩子看 对 谢谢老师 所以你也常去学校演讲 对 因为老师其实他们就希望 我去把这个书里面的部分 做更清楚的说明 让孩子其实不是只有看书 听听看 在法院工作 其实他们的 真的是这样子做处理 所以其实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不是不学 他们很有兴趣 而且我觉得你讲话 真的很生动 小孩子一定很吸引你 他们下课一来 就围着我 老师 那个极关 我告诉你 那个我现在都不敢喝水 还有现在别人骂我 我就认真看他 然后准备举证 怎么那么可爱啊 好可爱 对我就说 国小哦 那我就想说 如果其实大家懂得保护 准备举证 对他想说 他就知道谁看到 我很认真哦 因为我那时候 想说不怎么办 我现在都知道了 我就觉得 其实孩子都很想知道 自己权益怎么保护 他们也很想跟同学 做很好的朋友 可是因为在法律部分 在学校的一些教材 比较 我觉得比较少 他们跟食物上接轨的部分 也比较少 所以其实老师 其实在处置这事上 也不好去问法院说 像我们这个学生 可以送去法院吗 我相信学校 他绝对不会这样做 不会这样讲 对 所以 就是他们焦头烂额 老师还是 极尽所能的辅导 是义务教育的关系吗 因为现在是到国中嘛 是 未来要到高中嘛 是 对不对 所以就算你考不及格 你还是可以 升学 是可以升学吗 只是拿的是 一页证书 不是毕业证书 但是其实你考试 参加考试 如果国中的话 我拿到一页证书 你还是参加国中会考啊 还是读高中啊 还是可以读高中 因为这样子 所以很多孩子在学校 忠错 然后违规 根本不在乎 这是老师最难过的 因为好的孩子很自律 他就沿着这个整天在挑衅 然后 他会撑气 对 他会觉得不公平 对 他怎么每天都这样子啊 然后他都不在乎 他的那个 然后 那个他的 被寄过的陈储 他都没差 那我干嘛有差 所以我觉得很怕 就是那种某部分的现象 会让有些孩子认为 那种很潇洒 很 奇怪会不会有一些孩子 就是 当你去讲他 他还会哭 或说生气的 跟你去讲他 他没情绪的 你宁愿是第一个 没错 其实我每次看到 其实我们在讲一个孩子的时候 就会知道 如果他真的在意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他 其实他不见得是哭 他就很自责 甚至他一直看他妈妈的表情 然后他觉得自己伤害到家人 其实那样的孩子 我就不会再用很重的语气 我就跟他讲说 人都会做错事 可是一次就好 要小心 但往往是一些 没反应没表情的人 他最麻烦 他不在乎了 他可能前面已经千疮百孔 他觉得说 又来也无所谓了 所以要关心我骗人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 父母亲 其实在法庭上哭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戴手铐 离开的时候 父母亲都痛心疾首 可是他的孩子 居然笑笑跟他讲说 手机帮我收好 还有我女朋友 你帮我跟他讲一下 哦 那爸妈讲说 为什么到现在你 居然还讲这种话 不能说爸爸妈妈 你好好照顾自己 没有 没有这件事情 我的弟收成 帮我收一下 没有 就玩电玩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我们刚刚讲到说 老师 小孩现在有的会跟老师反抗 可能老师在上头讲 他在台下碎碎念 碎碎念老师没听到还好 他如果做一些什么 笔中指啊 骂老师啊 互嗆啊 这样犯法吗 基本上那个都有公然侮辱的情况 就是对老师人格的一些尊严的一些 我觉得挑战 但因为教育学校上面 其实这样的孩子比较少 但很多是比较特殊的学生 他会蛮自以为是认为弄人家 其实你也弄不 你看我讲对话是说 老师你教的超烂的 我跟你讲我哥他们教老师超赞的 你哦在他们学校排这以后 会这样讲 请问一下我这有骂脏话吗 没有 我感觉就这样 全般就哈哈大笑 所以我曾经到一个国小去 那个学校 那个家长会长都跟我说 我们那个班上超惨的 老师 跟他唇枪舌战 而或是其他种说 我有犯错 我只讲的是感觉啊 我有骂你吗 我就是感觉你脚很烂啊 其实那种 那种对话跟那种对人的不尊重 其实很多孩子会沾沾自喜 可是很多老师会觉得 那怎么办呢这样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讲说 只有等到他有真的违规 跟处罚之后来重击他 如果没有的时候 其实老师都会用 比较温和的方式跟他讲说 我听到了 我知道 老师情绪也要有出口 老师你情绪要好 你不要生气 你生气只会让他们觉得更开心 尤其他下面的一些人 所以老师你没有必要 因为有些同学是 很为老师抱不平的 每次会这样子弄我 弄老师 老师生气之后 上课也没有办法好好上 有比较好吗 真的 就有学生会 有两派 所以其实他们 刚刚看到他背成熟的时候 其实有一派会说活该 那另外一派会想说 这次吃憋了 下次我们小心 不要让这事情 让老师可以抓到我们的语病 这是国中生会这样吗 对 所以有时候在面对这一群的时候 我都建议老师一定要马上 接下来 一般辅导做完之后 要连结学务处做二级辅导 就是请学务处来做一些 包括一些 我觉得讲诚或是一些 那是什么状况 他们必须要被送到那个呢 他跟老师对嗆 这种侮辱 对 老师必须还要提告 对或者老师要录音 其实老师不用录音 如果同学有听到 大概这就是人证 提告了 除非是真的很夸张的 对 对 对老师已经造成 人格尊严的很大的伤害 甚至你弄到网路上去 是 我们老师智障白痴脑残 这样 所以这些都不能讲 对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就说 事实上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这样随便讲讲 或是传上去 我的朋友看得到就好 这样子都是犯法的 没错 那当然 有好多好多的讯息跟知识 希望大家买书咯 买书你就会知道 那还有还是要提醒 所有听众朋友 不要把所有责任 都放在学校 因为孩子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也要教导 你不能说 全部都是学校的责任 因为家庭教育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非常谢谢吉官 谢谢 拜拜 谢谢主持人 谢谢